大大小小的余震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发生 截至今天早上10点55分之前 就已经有超过300多起的余震 有专家就分析 上一回921大地震发生之后 是陆续发生了大约1万多起的余震 而且时间还有长达半年之久 因此这一次也不排除花莲强震的余震 可能也会持续个半年左右 另外更有专家发现了 在花莲规模7.2地震前后7个小时内 嘉义分别出现了两次 规模有超过4的地震 也推测虽然这两地的震央距离是比较远的 但是它们在维度上是有一些关联性 因此不排除未来嘉义地区 也有可能会有大地震发生的几率 手机警报响个不停 发生花莲规模7.2强震后 已经超过24小时 部分地区依旧能感受到摇晃 根据地震中心统计 截至上午10点55分 主震加上余震共345起 其中有百起显著有感地震 有专家分析 这回花莲墙震后的余震 可能长达半年之久 无感地震它尾巴会多很长 好几个月半年都是可能的 整个余震加起来 次数有达到超过1万元 庄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教授 李希提分析 未来十年内东部外海 很可能出现海沟型地震 动辄规模8以上 届时恐对位处于台北盆地的高楼 影响非常大 除了花莲外海 有学者指出 未来在嘉义也有发生大地震几率 看看地震中心资料 显示早在花莲墙震发生前 3号凌晨3点26分嘉义布袋就发生规模4.8地震 花莲长震发生后3号下午2点28分 嘉义又发生规模4.3地震 中正大学专任教授温宜英表示 虽然花莲和嘉义两地震阳距离远 基本上没有关系 但纬度有一些关联性 未来嘉义有可能发生规模较大地震 近期明显看出能量在释放 云嘉地区说梅山断层 它的能量其实是在累积 所以发生一个大地震的几率是有可能的 我们要看这个大地震 它地震波传递的方向 嘉义它纬度一样它在西边 所以基本上它影响可能不太大 专家市警经济部地矿中心 近期也安排地雕所人员到花莲监测 地表位移距离 进一步比对活动断层 记者杨小学盖尔蒂台北采访报导